纳什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物 它全景在线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纳什汉朝第二步从刘邦登基当皇帝开始 到刘起平息七国之乱为止 在这一时期匈奴和异性王威胁着汉朝 欢迎收听《月望东山》作品《那是汉朝》第二步 由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十三回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咱们书记上回 上回说到韩信他那准备造反 谁助了他一臂之力呢 陈希 陈希让韩信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在寂寞的这个喉门里等了好久 终于有一个被他瞧得起的人来看望他 韩信把左右的人给支走 像拉着初恋情人一样拉着陈希的手 缓缓地漫步于寂寞冷清的院庭当中 陈希任由韩信拉过去 任他抚摸 这种感觉还真好 就像是一个暗恋多年的女子 突然间投怀送抱 真不是一般的受宠若惊啊 韩信呢 先是什么话都不说 只是一个劲的仰望天空啊 长叹 这天呢 万能无上的天 正以无比神秘的神情俯视着人间 当一个人失落到无际线的时候 都会情不自禁的抬头望向天空 当然 这是望天也好 还是问天也好 都有两种可能 一个呢 是大车大雾 看破红尘 一种是 还像老石头一样 是风不化 鱼也不能催 聪明的人 脑瓜好使的人 就像是前者一样 比如说陶渊明啊 苏东坡等等 当他们愁绪填胸啊 这个满肚子里满脑子里 全都是愁绪的时候呢 苏东坡 泛舟与江上 享受江上明月 山中清风 不话一分一毫 岂不乐哉 人生如迹 渺沧海于一宿 虚无 有时未必是一种解脱 就像张良一样 貌似在修道 实际呢 则是逍遥自在 然而 韩信的叹息 仿佛 是连泊的叹息 连泊老以上能犯否 韩信我还不老 我为什么就不能造反 反是造出来的 要造就造他个惊天地 弃鬼神 于是 韩信突然就停下长探 就开始问陈希了 此可语言胡 韩信这句话 翻译过来就是说 我可以跟你说点心里话吗 韩信这一句话 别说是陈希了 恐怕萧和 他们听的 都是受不了的呀 陈希呢 不是受惊 反而有一些受宠弱惊了 只见陈希连忙的说道 将军 你有什么话 就尽管吩咐吧 韩信不当将军的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亏你陈希还叫我将军 难得 难得呀 这个时候 韩信 接着就说道 您将要上任带兵的地方 集结了天下最精锐的部队 而你却又是刘三最信任的将领 如果有人打报告说你造反 肯定有人不信 但是当你真的造反 刘三肯定是清征 那么到时候咱们俩里应外合 大事必成啊 韩信没有忽悠陈希 带军的确是集结了汉兵的精锐 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 防范莫读这个国际大偷袭客 他没事喜欢偷袭别人 况且除了莫读以外 还有韩王信 王皇等人 也在不停的搅这趟浑水 如果陈希造反 可谓是一呼百应 刘邦想不大头都不行 那时 只要刘邦请全国精锐去争讨反兵的话 长安肯定会空城 对于韩信这个擅长打偷袭的将领来说 搞定长安 就像是小菜一碟了 韩将军 你办事 我放心 既然主意一定 那咱们就干他一票 陈希爽快地答应了韩信 共同举事 韩信当时呢 就开心地笑了 他紧紧握住陈希的手 就像是茫茫大海之中 抓到了一颗 救命稻草 事实也证明 韩信抓的不过是一根腐朽的烂绳子 此话怎讲呢 为什么说陈希是一个烂绳子呢 是因为他有一个养世的毛病 这世是什么东西呢 世这东西啊 文人叫他帮贤 黑社会呢 叫他打手 养世之风呢 春秋战国是最风靡的 在那些人当中呢 陈希最仰慕的就是战国时期的魏无忌 于是他一到戴国就大张旗鼓的广招门客 大力发展这个消费力 那么这个消费力不是空前 当然也不会是绝后 而在汉朝初绝对是一大奇观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陈希呢 有一次请假回家探亲 路过照顾的时候 光随从宾客就有上千胜车 把邯郸城的旅店全都给注满了 不要说在两千年前了 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你就是让人开上千辆车 路过一个城市 那绝对也是媒体的一大新闻呢 当然汉朝也不是不准别人仰视 仰视呢 是可以的 问题是招的过多 这就成了问题 而首先发现问题的 恰好就是照相周昌 在这位照相周昌看来 代帝地穷人少啊 国小势弱啊 在诸侯当中 GDP几乎是年年到手第一 然而陈希作为代相 不过是刘邦派出去的一个职业经理 你不想着发展生产力 也不养鸟 也不养什么动物 偏偏养着一大堆 生猛的时刻 你到底想干嘛呀 除了造反 还有更合理的借口吗 周昌这么越琢磨 也觉得这问题啊 严重了 于是火速就赶回长安 向刘邦汇报 刘邦接到了周昌的报告 立即就警惕了 于是他马上派使者前往代国 调查取证 首先使者先拿陈希门客开刀 结果发现陈希的诸多门客 皆是有犯法不易之事 其次调查表明 陈希确实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就在这个时候 陈希可害怕了 造反还没开始呢 这不会阴谋也泄露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该不反了 然而陈希可不是这样 他还是反了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造势的好伙伴 好朋友 他就是让刘邦头疼不已的韩王信 那么这韩王信之所以能够拉陈希下水 完全是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已经得知了 陈希陷入到了养客门的世界 这种情况几乎是当初韩王信的翻版 反或者是不反 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了 有时候 形势威力比个体的意志要强大 那个威力就是杀头 死无葬身之地 只要你想活命 只有拼命的反戈一击 自立为王 于是韩王信就像压在陈希身上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只派王皇前来游说 就立马自立为带王反兵攻打赵国 这消息一传到长安 刘邦就大怒 好啊 派出去一个造反一个 分明是不想让我安度晚年啊 于是刘邦决定了 亲自挂帅率军出征陈希 诸侯呢 必须跟着他一块去 在诸侯的名单当中呢 有怀音侯韩信 梁王彭月 然而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的 向刘邦宣称 我病了 病得严重 说不能响应中央了 怀音侯自从被削去楚王以后 常年就装病 一直装到造反为止 而梁王彭月这装病却是有些蹊跷 他早不病晚不病 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病了 这未免也太凑巧了吧 刘邦可不是一个傻子呀 他可以理解韩信 但是彭月不来 于情于理 那时怎么说 怎么想 都是行不通的 于是再次派人去叫彭月 彭月还是回答那句话 重病之中 请勿打扰啊 于是刘邦可就火了 好你个彭月 咱们走着瞧 公元前 196年 冬天 孤独的刘备率军 就远征陈希了 就在这个时候 长安黑云压城 韩信部署完毕 之前 韩信已经秘密派人联络到了陈希 只等陈希的回信 只要一有回信的话 他就立马趁着夜色 传圣旨大赦囚犯 集结他们进攻 孤立无助的吕志和流营 这正所谓在哪跌倒 就在哪爬起来 韩信有理由相信 这寒冬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对于韩信来说 这实在是一个漫长无比的冬天 他等啊等 等啊等 等到雪落没开 黑夜过去黎明再来 雪又加了一层 仍然不见沉袭的回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二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 为您播讲 这个冬天 韩信是夜不能寐 他独自就站在窗口 等待着风雪当中的夜归人 窗户外边 只见北风呼呼的吹 然而韩信的耳朵非常的灵敏 院落外面的雪地上 只要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都会神经紧张 异常的兴奋 夜呢 这雪是越积越厚 耳朵越听越疲惫 心呢越等越无助 漫长的三个月就这么过去了 音讯全无 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 突然涌上了韩信的心头 他强烈的意识到 完了 陈希肯定是出事了 韩信呢 所料没错 陈希果真是出事 韩信并不知道 陈希已经被刘邦给打败了 陈希想不败都不行 大好的邯郸成 他不愿意占据 偏去聚首一条没有用的张水 天下可认的将领有许多 他偏偏挑了一些商人出身的人 为将领 商人 换成这个西方的名词 那就是资本家 马克思说过 如果你出足够的价钱 从他们手里 买这个勒死他的绳子 他仍然能够出售给你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刘邦只用重金贿赂陈希的属将 那结果 那可想而知 陈希是 大败而归啊 咱们在前边说过 这个厄运呢 就像是病毒一样 它具有传染和扩大的作用 果然陈希军败就像是一个病原体 通过空气传播 传到了长安城内 染到了 韩信的新房 这种病毒呢 不叫脑残 也不叫疯癫 而叫无药可救 身败名裂 株连三足 不用多说 韩信企图造反的阴谋 败露了 他坏就坏在防范不周 被人给告密了 事情呢 是这样的 首先韩信的一个舍人 得罪了韩信 韩信呢 把他给关了起来 准备给杀掉 而舍人的弟弟 看 哎呀这救人没有希望了 只能打击报复啊 于是干脆就跑到吕信那 把韩信造反的阴谋 全都给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正值春季 正月 春还没有暖起来 雪还没有融化 吕信接到告密以后 惊慌失措 内忧外患 真是多事之秋啊 韩信将兵天下无敌 如果杀进长乐宫来 宰我们母子俩 不就比宰鸡还容易吗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生死抉择问题 又无情的摆在了吕智的面前 这个时候 吕智马上想到了一个救星 谁呢 丞相萧和 准确来说 此时应该称萧和为国相了 因为在一年前 刘邦把丞相改为了国相 刘邦呢 不是在玩什么文字游戏 这两个职位呢 从其含义上来说 国相要比丞相的权威要大一些 咱们动动脑子都知道 吕智为什么要找萧和 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国相 更重要的还有 他是韩信的伯乐呀 灭火须点火人 萧和不去灭火谁去呢 再说了 萧和你可是天下皆知 擅长打后卫的高手啊 韩信就要射门进球了 刘邦那个前锋已经来不及了 后卫你不抢球 那大伙可就跟着完蛋了 吕智这个真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问题是萧和怎么去抢 怎么去扑呢 于是吕智和萧和一夜的讨论 得出了一个结果 韩信这次只能诱杀 不能击杀 此时 刘邦呢只是大败陈希 而不是干掉他 然而 那是一个信息 绝对不对称的冷兵器实弹 这让吕智有机可撑了 吕智认为 不如向外诈称 陈希已经死了 朝廷要举行庆功会 诸侯大臣 只要没有被抬进殡仪馆的 一律要来参加这个朝和 哎 高 实在是高啊 朝和不是叫你来雪中送炭 也不是叫你锦上添花 只不过是叫你拍拍手鼓鼓掌 说句不痛不痒的话 不就可以了吗 真有什么难度啊 主意就这么定了 吕智就让萧和出发 由他亲自请韩信入朝 萧和呢就这么来到了韩信的府上 啊 见到了韩信 两人相见 不剩一些唏嘘 一晃这就是十一年过去了 十一年前 韩信自登上拜将坛之后 就一步一步的朝着他人生的巅峰冲刺着 在出汉中 灌张寒 秦魏王豹 背水一战 斩杀陈渝 快通之际 杀将入齐 兵为该下 四面楚歌 大败楚王 这一幕一幕的好戏 如烟似物 一决又一决 不胜光荣 不胜感慨啊 然而 如今这一切呢 已经就成了光阴的故事 韩信 曾经是乾隆勿用 见龙在天 飞龙在天 抗龙有毁 韩信成长的一生 是萧和造就的一生 如果说韩信是一部 活的历史的话 那么萧和 就是一部 这个历史写作的史家 历史 从来都是悲剧 今天 萧和 就将轻轻的 点上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以表示 终结这部 伟大的历史作品 萧和 他的心里啊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悲伤 此话怎讲呢 他和韩信 回忆起了很多很多 聊起了很多很多 最后呢 萧和藏住了满腔的悲伤 假装淡然的 对韩信说道 陈希死了 这是满朝皆贺的事 你尽管有病 但还是去朝贺一下 不然 落给别人画饼 这样可不好啊 萧和的这句话 就像是一阵风 掐灭了 韩信内心残存的火焰和梦想 没有外应 造反 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阴谋 就像是怀孕一样 早产是危险的 这晚产的 也是危险的 真是 人算 不如天算 酝酿了三年之久的阴谋 哎呀 只能这样 他胎死腹中了 第二天 韩信上朝了 在这介绍一下 这个长安呢 有两座宫殿 一个呢 是长乐宫 第二个就是魏阳宫 自从萧和修好了 这个魏阳宫 刘邦呢 就搬到那儿去办公了 而长乐宫 是皇后吕治的办公所在地 从政治权力大小来说 魏阳宫呢 就是太阳 长乐宫就是一个月亮 太阳不照 月亮升空 刘邦不在 吕治说了算 所以说啊 大家要上朝道贺 其实呢 就是冲着长乐宫而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吕治已经在长乐宫埋伏了武士 就在那儿等着韩信到来 陈平曾经说过 秦韩信 不过一利是耳 所以他发明了云梦泽之游 抓住了韩信 现在呢 吕治再学陈平 让韩信知道 人生因相同的事 犯两次相同的错误 那是不可能的 春天的早晨 寒气催人 还是有一些寒冷 当韩信走进长乐宫的时候 似乎发现了 天空中弥漫着一股不祥之气 事实告诉他 韩信呀 你的第六感是完全没错的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 只见吕治埋伏的武士 蜂拥而上制服韩信 给他捆起来 然后呢 压到了长乐宫室内 当即就给斩杀 同时 韩信的三族被诛杀 可以说是血染昌安 英雄谢幕 长乐宫的编钟 开始撞响 这悠悠的长钟 发出了江河之杯 韩信那韩信 他的一生是传奇的 精彩的 同样也是简单的 简单的 只剩下一句诗 这句诗就是 生死一知己 存亡两妇人 知己 指的就是萧和 存知父呢 指的就是在河边 那个洗衣服的妇女 王知父 说的就是吕治 千古以来 很多人对韩信的死 表示遗憾和可惜 吕治呢 落刀干脆 先斩后奏 足以见得 他对韩信之恨 恨他功高盖主 以示压人 恨他不识实物 不知这个死字 是怎么写的 看来啊 韩信早不死 完也得死 这正如司马光 所说的 信以示警之志 立其身 而以 弑君之心 妄于人 不亦 难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为大家播讲到这了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二部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进行持续的更新 如果您觉得杨腔腔 播讲的还是可以的话 可以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啊 我 谢谢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